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位的创社的核心团队 就如同当年我自己创社的时候 我有四个创社的团队 是一样的 有自己想象中的福伦的样貌 那么想要追求或带给其他人 加入福伦社应该的感受体验 到底是什么 能够一起共同学习的会是什么 然后去想象一个 三十年后的我们 都会觉得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很值得 我们目前找了三十几位 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期许 对工艺充满了热忱 希望在彼此身上 找到新的火花 彼此交流 彼此互相成长 我们目前就聚集这一群人 成立了想象福伦社 台北想象福伦社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每一个人都习心协力的 去找他的朋友来参加 从九个人 慢慢的变十五个 到现在到三十几个人 那我觉得那个整个转变非常的大 而且很多人都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想象福伦社 未来一定会非常棒 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用挂的 新社友们在做一些自我介绍 跟讲自己的一些事业 或者是对于一些福伦观感的时候 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购名 当场的其他的 还没有进入社的社友 事后他们都会陆续的 自愿的加入我们的 那个想象福伦社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这个社的成员来自于 诸多是属于比较行销方面的产业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是可以把福伦的服务精神发扬光大 利用各种的媒介 社群媒体 甚至我们可以由 每一个社员在各个领域的专长 跟KOL这样的一个发挥 所以我预计我们这个想象福伦社 未来一定会大红大紫 发现福伦社它是藉由 联合各个社友的职业 还创造无限的可能的这个精神 非常吸引我 就发现这个福伦社的精神 和我的核心价值非常的契合 这边的人是每一个人都 感觉好像天生个性 就有这样的一份付出的热忱 那我就会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就更觉得是 我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平台家 我深深的对这个社团的 年轻人的活力感到非常的向往 所以当CP Jeff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说 我应该会参加了 而且也就参加了 听到不管是总监Wendy 或是AG Brandon Paul 他们希望能够成为 像他们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风范 然后带领提携心境的人 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 有领导风范 在上一世的筹备会里面 我也对于Wendy在 就是对待每一个社友的一个 进队应退 包含了他的为人处事态度 我都觉得是一位非常值得学习的前辈 也期许自己也可以向Wendy看起 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参加筹备会的时候 Jeff还有总监 透过他们的介绍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自在是一个 让我考量很重要的观点 每个人职业都不同 也让我觉得说 好像很多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觉得说 好像可以让自己的步调 可以不同的领域去发展 发现在福人社里面呢 可以结交各个领域的好朋友 拓展自己的视野 并一起为工艺服务 就是我经营共产厨房五年了嘛 然后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厨房是可以在工艺上 有一些作为的加入福人社会是一个契机 我看到了大家对于工艺服务的热忱 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我相信呢 我可以透过想象福人社呢 将社会服务呢 提升到更专业的成绩 加入想象福人社最主要是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服务计划 其实很多都非常的有意义 希望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想象福人社的社友们一起 共同完成这些非常有意义的计划 我希望能做工艺的对象是 台湾的弱势族群 偏向的学童 我希望可以特别着重在偏向教育这一块 因为我本职做教育的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在偏向的服务上面 贡献我的一己之力 我想要大家彼此之间的专业碰撞之后 我们能够一起去完成一些永续上面之 或是AI的一些层面一些合作 不是只是局限在自己的框架里面 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那一群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想要体验这整个过程 就是一群人有着一样的信念 然后自同道合 然后一起去想出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回馈这个社会 然后一起做出很漂亮的成绩 未来我们将结合社友的专业 期待我们可以亲手做服务 打造一个具有传播影响力 充满想象力的服务计划 在这里 想象结交到从事创业干苦的朋友 在联谊玩乐的过程可以互吐苦水 互相勉励 想象和一群社员运用职业所长 帮助弱势团体 解决问题 埋下希望的种子 想象为自己所属的团体感到无比的骄傲 加入想象佛伦社以上的描述都可以成真 我特别希望我们所有台北想象佛伦社的社友们 在已经汇集了这么多精英的佛伦社大团体里面 找到您人生的role model 莫忘初衷的 记得为什么现在想要加入 这个过程一定会一直不断的调整跟改变 但是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的时候 您想起来都觉得很值得